欢迎台湾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们来关系的是最近天气非常的热 很多人如果站在外面几分钟就汗流浃背了 可是我们看到有个新闻就说 这花里有一个女兵她在战哨的时候 因为吹电风扇结果引发了争议 但是隔天我们就看到 宪兵司令亲自出马 当时她是全服武装 在35度的高温下站了两个小时 那么虽然她的结论是说 这个没有电扇也可以应付 但是我们看到她也表示说 在未来站哨的时间 可以是当天的高温情况呢 作为一个弹性的调整 那么吹电风扇也可以是 应变高温的方法之一 那么这样的话一出呢 其实又引发讨论 很多人会说到底现在当兵 是不是太轻松了 又有人说 是不是应该以更人性化的方式来考量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防弹背心都还没脱掉 刚下哨的宪兵司令李翔咒 已经忙着跟弟兄分享大热天的站哨心得 两个小时下来之后 也是挥汗如下 在这个时候能够体会到 我们弟兄的这个执行的感受 就因为日前女兵战哨吹电风扇惹争议 才让宪兵司令突发奇想 亲自从台北跑到花莲 适事战哨有多热 并以为长官有特权 当天气温35度 但女兵身上的全副武装 从头盔长袖甲种服装 到手上的步枪和厚重的防弹背心 李翔咒一样都没少 这个决定是自行做的决定 没有通知这个358 也没有通知空军的连队 侯玉景说来就来 中将阵哨吓坏不少小兵 宪兵头盔下的汗水淋漓 长官轻体会后认定 电风扇不是非用不可 因此统统撤掉 不过宪兵司令部强调 未来因应高温天气 战兆时间可以弹性缩短 电风扇也可以是应变方式之一 正确李文斌怀分 SNL小组采访报道 好这个长官亲自35度的高温 来体验一下 就他说是不需要电风扇 但是未来这个时间 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弹性做调试 刘大哥你怎么看 有人说现在当兵 是不是太轻松了 接下来还可以打仗吗 以我来看的话 张维兵还吹电风扇 我真的不可思议的 那有的地方如果没有电 打仗的时候在野外 要打仗要不要张维兵 平时要不要张维兵 天气热不要打仗 那张维兵还随身带着电 带着电风扇吗 这很离谱了 我不晓得最近的军人的受讯是怎么样 说不定因为我们当兵 距离我们当兵的时间 已经很早了 我们那时候拿了当兵什么吃什么炎片 中暑 送预烟 甚至我当兵的时候有兵自杀的 那都没有那么严重 现在的兵动不动一中暑的话就减到很多 一个战卫兵的事 还要一个宪兵司令自己去战卫兵体验 这个不必体验嘛 想象中气温几度 你穿什么衣服拿着枪 这感受是什么样 难道还要自己体验才知道吗 不必嘛 就是训练 体能好的话他那种能抗热 温度在高他也生得住 你体能不好的话 不要吹电风扇 吹冷气你也会晕倒 这个训练的问题嘛 沈医师 我也觉得这个司令是 这小离大错 他根本不需要自己下去 他也晓得痛苦有多大 但这个痛苦是一定要解除的吗 我觉得当兵就是当兵啊 我当初当兵的时候 留了汗不晓得有多少 我是留完汗以后干了以后 我的衣服上面通通是盐巴 你知道吗 通通是盐巴 看一看那有什么遗憾 而且只占两个小时 好啦 长话短说 我觉得战卫兵有电风扇 非常的可耻 非常的可耻 真的 非常的可耻 我向中南海喊话啦 台湾的国军 一定超过一个温度以后 就跑到大树下乘凉 就不训练了啦 我跟你讲老公 你们不要需要那么多军队 台湾是很好打的 很好收拾的 这个马总统用这种宪兵施令 我看是完蛋了 这第一个新闻的出发点说 女的宪兵可以吹电风扇 请问凭什么 因为我是女的 所以我要吹电风扇 啊男的咧 男的就不用吹啊 不是说女男要平等吗 那些女权运动者刚刚出来说 我们不用吹 我们跟男生的宪兵一样 我们都 简直莫名其妙嘛 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第二天啊 我们伟大的宪兵司令就跑去 如同各位前辈讲的 你去干什么 好 那你说这个什么 本来他们是两个小时换一班哨 我们以前当民夫 这个执行这两个小时换 现在就趕一个小时换 好 可以啊 电风扇装也不是不行啊 请问宪兵是什么兵种 宪兵是什么兵种 陆海空军是谁在管 就是宪兵在管啦 宪兵是军人里面的这个 这个毒查 纠查啊 你说我要吹电风扇 请问陆海空要不要吹 海軍說我幹嘛就說 空軍說我幹嘛就說 你憲兵 我是比較說那个礼兵 就一對那些礼兵 天氣這麼熱 是不是有必要說 我們一定要站在太陽下面執勤 有沒有別的可以替代的方法 這都可以研究的 譬如說偽裝起來喔 但不是不要摸魚 這個都可以討論 結果我們的憲兵是說 那我來試試看 我來穿甲種服裝 然後在這邊站兩個小時 你要證明什麼 這種部隊還要打仗嗎 我請馬總統 以前阿扁用的憲兵司令是什麼 通通用馬屁精 巧克力 巧克力 阿扁只會用這種人 阿扁現在頓看中所 那馬英九你現在用的憲兵司令說 看你們騎都流汗 我也來騎看看 這麼蠢的人 其實不應該幹憲兵司令 好 我們先進廣告馬上回來